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前两节课讲了相关性的定义和分档 以及相关性的评价指标 这节课内容是文本匹配 在深度学习成熟之前 搜索引擎主要靠文本匹配来判断相关性 搜索引擎的召回和排序都需要计算查询词与文档的相关性 召回结束之后会做一个简单的排序 也叫做海选 有几万篇候选文档 需要计算它们与查询词的相关性 由于打分量很大 用到的模型必须足够快 比如用文本匹配分数作为特征 输入线性模型 计算相关性分数 也可以用双塔BERT模型 推理代价不大 召回海选之后 有几千篇文档送入粗排 粗排可以用双塔BERT 也可以用单塔BERT 单塔BERT也叫交叉BERT模型 双塔的推理代价很小 准确性不高 单塔反过来 推理代价大 但是准确性很好 最后是金牌 只给几百篇文档打分 可以用较大的模型 业界通常用单塔BERT模型 可以是四层 六层或十二层 这节课内容是文本匹配 这是计算相关性的传统方法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在深度学习技术成熟之前 搜索引擎使用几十种 人工设计的文本匹配分数 把它们当作特征输入线性模型 或者数模型 模型预测相关性分数 这节课主要讲词匹配分数和词句分数 大家之前可能听说过 还有很多其他的文本匹配分数 比如类目匹配 核心词匹配 我就不展开讲了 2020年之后 BERT在工业界越来越流行 用在搜索相关性上 效果远超文本匹配 搜索排序已经普遍放弃了文本匹配 换上了BERT 目前也就文本召回 还在使用文本匹配做海选 从几万篇文档中 选出几千篇送入粗排 现在开始讲词匹配分数 主要是TFIDF和BM25 这两种词带模型 对于中文来说 想要计算词匹配分数 首先要分词 把查询词和文档 都切成很多小字符串 每个小字符串是一个词 英文是term 比如这个查询词 好莱坞电影推荐 给它做分词得到三个term 好莱坞电影推荐 把它们记作集合大Q 大Q中的term 在文档的地中出现次数越多 那么查询词与文档越可能相关 接下来要讲的TFIDF和BM25 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看查询词和文档 有多少匹配的term 我先讲词评 termfrequency 缩写是TF 我们对查询词作分词 得到集合大Q 例如Q包含好莱坞电影 推荐这三个term 我们每次只看其中一个term 比如电影这个term 把它记作小T term在文档D中出现的次数 就叫磁频 termfrequency 把它记作TF下标TD 磁频TF越大 说明T和D越可能相关 这个道理很显然 如果电影这个term 在一篇文档中出现了20次 这篇文档肯定跟电影有关 查询词Q中包含多个term 在上面的例子中 查询词Q包含三个term 分别是好莱坞 电影 推荐 我们可以计算每个term 在文档中的词频 然后把词频都加起来 这一项是对所有term的词频 关于T求和 得到的结果表示 整条查询词Q与文档D的相关性 加和越大 则Q与D越可能相关 比方说 好莱坞和电影这两个term 在某篇文档中出现了很多次 那么查询词 好莱坞电影 很可能跟这篇文档相关 词频T可以用于 衡量查询词和文档的相关性 但是它有个缺陷 文档D越长 则TF越大 假如把文档重复两遍 得到新的文档D' 那么TF会变成原先的两倍 原因很显然 原先一个词T 在文档中出现了十次 文档变长一倍 那么T在新的文档中 出现了二十次 新的文档D' 和旧的文档D的信息量相同 只不过把D重复了一遍 因此查询词和两个文档的相关性 应该相等 而不该是两倍的关系 想要解决TF的这个缺陷 可以用文档D的长度 对词频做规一化 把文档D的长度 记作L下标D 原先用这一项加和 衡量查询词Q和文档D的相关性 把它改成这样 给TF加上分母 做规一化 这样就消除了文档长度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讨论 我们用这一项衡量相关性 它对TF做了规一化 但它仍然有缺陷 它的加和是关于TermT取的 它同等对待查询词中所有的Term 同等对待所有Term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查询词被切成了很多Term 每个Term的重要性各不相同 不应该被同等对待 应该根据Term的重要性设定权重 对磁瓶做加权求和 而不是简单的等权求和 问题来了 求加权和的话 需要给每个Term设定权重 权重该如何设定呢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语义重要性 我在搜索引擎链路的课 还有相关性标注的课上都讲过 用专业的术语 这个叫做Term Weight 由查询词处理环节负责计算 在我们的例子中 电影的语义重要性最高 其次是好莱坞 最后是推荐 电影是核心词 好莱坞是重要性定词 推荐是不重要的词 照理说 应该给电影最高的权重 其次是好莱坞 推荐的权重最小 但语义重要性 其实不容易判断 需要用到先进的 深度学习技术才行 后面查询词处理的课 会专门讲Term Weight 在深度学习成熟之前 私匹配方法 当然算不了Term Weight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来给Term设定权重呢 办法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看整个数据库中 有多少篇文档包含了Term T 好莱坞相对比较生僻 只出现在较少的文档中 电影是个高频次 在娱乐Lame的文档中 普遍出现 推荐就更高频了 在几乎所有Lame的文档中 都会出现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信息 给Term设定权重 一个Term在越多的文档中出现 它的判别能力就越弱 给它设定的权重就越低 按照这种方法 权重最高的是好莱坞 其次是电影 权重最低的是推荐 刚才我们讨论了Term T 在多少文档中出现过 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Document Frequency 用DF下标T表示 设整个数据集 一共有N线文档 那么DF的大小 介于0和N之间 如果一个Term的DF很大 说明这个Term在很多文档中出现过 它的判别能力较弱 这个Term不重要 应该给它设置较小的权重 这是几个极端的例子 像你 得 是 这样的词 在NLP中叫做停用词 Stopword 它们在几乎所有的文档中都出现 它们的DF接近N 既然在每一篇文档中都出现 说明它们的判别能力很弱 查询词和文档都包含 得这个字 不能说明查询词和文档相关 既然停用词的DF很大 判别能力很弱 它们的权重就应该设置得非常小 如果一个词只在少数的文档中出现过 这个词的判别能力通常很强 比如好莱坞 强化学习 王者荣耀 它们的DF都很小 只有在密切相关的文档中才会出现 它们的判别能力很强 如果一篇文档中出现了王者荣耀 大概率这篇文档跟王者荣耀是相关的 对于这样DF很小的词 应该设置很高的权重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缩写为IDF 这样定义 用N除以DF 这一项大于1 然后取log得到一个证书 它就是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记住IDF下标T 每个Term都有自己的IDF 它只取决于文档的数据集 如果数据集是人工智能论文 那么深度学习的IDF很小 原因是深度学习这个Term 在相当多的人工智能论文里都出现 但如果数据集是整个为几百科 那么深度学习的IDF会非常大 IDF可以衡量Term的重要性 IDF越大 那么Term越重要 原本我们用这一项衡量查询词Q 与文档D的相关性 分子是TermT在文档D中的词平 分母是文档D的长度 这个加合是无权重的 每个TermT的权重都相同 可以改成后面这一项 它给每个Term都加了权重 权重就是IDF 这个加权和就是TF-IDF 大家可能听说过 TF-IDF的权称是Term Frequency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我再解释一遍TF-IDF 把查询词小Q的分词结果 记作大Q 它与文档D的相关性 可以用TF-IDF衡量 TF-IDF取决于查询词Q和文档D 当然也取决于分词算法 用不同的分词算法会得到不同的Terms 右边这个分数是皈依化的词平 分子是TermT在文档D中出现的次数 分母是文档的长度 Term在文档中出现次数越多 Term和文档越相关 这一项是IDF 把它作为TermT的权重 每一个Term都有这样一个TF-IDF分数 分数越高 说明Term与文档越相关 最后关于TermT求加和 把每个Term的TF-IDF分数都加起来 作为查询词Q与文档D的文文匹配分数 TF-IDF有很多变种 比如下面这种 区别在这里 这里的TF取了log 但是没有皈依化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只要知道TF-IDF有很多种 不同的定义就行了 刚才讲了TF-IDF 它可以反映查询词和文档的相关性 现在讲BM25 全称是OkapiBestMesh25 作用跟TF-IDF相同 在所有的磁匹配分数中 BM25是最强的 如果学一个线形模型 或者数模型预测相关性 那么BM25的特征权重是最高的 可以把BM25看作TF-IDF的一种变体 这个分数 可以看作是皈依化的磁频 里面主要起作用的是 磁频TF下标TD 还有文档长度LD 以及两个参数K和B 后面这一项跟IDF基本相同 Term在越多的文档中出现 这一项就越小 式子中有两个参数 K和B 通常设置K在1.2到2之间 设置B等于0.75 BM25对传统的搜索相关性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对BM25的研究 我就不展开讲了 大家只需要把BM25看作是 TF-IDF的一种变体即可 BM25有很多种变体 我只介绍了其中一种 大家只需要知道BM25大致是这样就行了 没必要去深入研究 我已经讲完了TF-IDF和BM25 它们都属于磁带模型 Bag of Words TF-IDF和BM25都隐含了磁带模型的假设 只考虑磁频 不考虑磁的顺序和上下文 我举个例子说明磁带模型的缺点 有两个查询词 分别是男朋友送的礼物 送男朋友的礼物 两个查询词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是送给女生的礼物 第二个是送给男生的礼物 但是分词之后 得到的terms完全相同 对于TF-IDF这样的磁带模型 两个查询词没有任何区别 再看一个类似的例子 两个查询词分别是白衬衫灰裤子 灰衬衫白裤子 分词之后会得到相同的terms 如果只用TF-IDF BM25这样的磁带模型 计算相关性 那你搜这两个查询词 搜出的文档是完全相同的 这当然不合理 我举例说明了磁带模型的缺陷 它完全忽略了 磁的顺序和上下文 丢失了语义 导致计算出的 相关性分数不准确 所以传统的相关性模型 远不如BERT这样的鱼翼模型 在深度学习成熟之前 有很多种磁带模型 比如Latant Semantic Analysis Latant Dirichlet Allocation 它们可以将查询词和文档 映射成向量 研究传统机器学习 和传统信息检索的人 应该都听说过这些模型 RNN,BERT,GPT都不是磁带模型 它们会考虑词的顺序和上下文 更好地理解查询词和文档的语义 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BERT和GPT是当前最优的模型 在自然语言任务上的效果 远优于各种磁带模型 前面讲了TFIDF和BM25 它们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查询词和文档的相关性 下面要讲词句分数 Term Proximity 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相关性 我用个例子来解释词句分数的意义 查询词是亚马逊语林 被切成两个Term 文档D是我在亚马逊网购了一本书 介绍东南亚热带语林的植物群落 文档同时包含亚马逊和语林两个词 会被文本召回检索到 虽然查询词Q与文档D在文本上匹配 但是文档并没有满足查询词的需求 所以两者不相关 判断相关性看的是需求匹配 而不是词匹配 但如果只用TFIDF或者BM25计算相关性 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以为查询词和文档相关 想要避免这类错误 需要用到词句 词句是这样定义的 查询词Q中的两个Term出现在文档D中 两个Term中间间隔了多少Term 两个Term间隔越小 也就是说词句越小 那么Q与D就越有可能相关 在上面亚马逊与林的例子中 两个Term在文档中离得很远 它们的词句很大 说明查询词可能与文档不相关 有很多种计算词句的公式 我介绍其中一种 叫做OKTP 把TermT在文档D中出现的位置 记作集合O of T and D 举个例子 T在文档D中出现了三次 在文档D中的第二十七 八十四九十八位置上 那么集合O of T and D 就包含二十七 八十四九十八这三个位置 这个集合的大小等于词频TF 就是TermT在文档D中出现的次数 设T和T'是查询词Q中的两个Term 这两个Term的词句分数是这样定义的 小O是TermT出现在文档D中的一个位置 小O'是T'出现在文档D中的一个位置 每个Term都可能在文档中出现很多次 那么就有很多个小O和小O'的组合 对于每一个组合 计算位置O和O'差的平方的倒数 如果这两个Term离得很近 这个分数就比较大 把所有的分数都加起来 就是两个TermT和T'在文档D中的词句分数 记作TP of T,T'D TP的意思是Term Proximity 根据上米公式中的定义 查询词中两个Term在文档中出现次数越多 距离越近 那么它们的词句分数TP就会越大 我们现在可以定义OkaTP 它的定义跟BM25很像 这一项跟BM25的区别是把Term Frequency 换成了词句分数TP TP在上面定义过 TP越大这一项就越大 再看这一项 两个Term各有一个IDF 取两者中较小的一项 对两个Term的组合求加和 就得到了OkaTP 我再解释一下 查询词被切成了多个Term 这些Term在文档中出现的次数越多越好 而且它们在文档中的距离越近越好 OkaTP既考虑了词评 也考虑了词句 是一种很好的文文匹配分数 这节课内容讲完了 最后做个总结 我首先讲了词匹配分数 包括TF-IDF和BM25 TF是Term Frequency的缩写 Term在文档中出现次数越多 则Term与文档越有可能相关 IDF是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的缩写 IDF用作Term的权重 如果Term在较少的文档中出现 则给这个Term较高的权重 TF-IDF和BM25都是磁带模型 只考虑词频 不考虑词序和上下文 所以效果不太好 词句分数也能反映 查询词与文档的匹配程度 词句分数有很多种 我只讲了OkaTP 查询词Q被切成了很多Term 这些Term在文档中出现次数越多越好 道理跟TF-IDF一样 此外 查询词中的Term在文档中的距离越近越好 距离越近OkaTP就越大 传统的搜索相关性 会用很多人工设计的文本匹配分数 包括这杰克讲的磁匹配分数和磁句分数 一共有几十种分数 把它们作为特征 用线形模型或者数模型来预测相关性 基于文本匹配的传统方法 没有真正理解查询词和文档的语义 实际效果远不如深度学习 现在也就召回海选还会用这些传统的方法 用较小的代价给海量的文档做排序 在猪排和金排中通常会用Burt模型 效果非常好 这杰克比较无聊 都是传统的方法 后面两杰克讲最先进的相关性模型 会更有意思